歡迎鎖定今晚十點不一樣 我是葉佳榮 我們先來關注是柯文哲自爆 有人開價兩億美金 要他擔任副手 到時候你只要當副手 一億美金 我說真的假的 誰開 誰開一億美金給你 我下來跟你講 我後來說不守 兩億 我說我真的假的 透露燈機前 接到這通詭異電話 有人自稱是聯合國專員 向他開價逼退 說美國方面希望藍白河 柯文哲自動聯想到國民黨 美國阿拉斯卡那個參議員的助理 還到我們專案黨部 還跟我們談過 我們明天 這個洛森伯克會打電話給你 還叫我們要準備 我說奇怪 我說不然我們去AID check 我說這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不一定是國民黨發動 什麼國際騙子都有 這就是一個怎麼會的局 這個事情我不知道 不過暗示性的言 不太妥當 即便對方說不知情 但柯文哲對藍衣的戒心 連電話都不敢接起 因為我那時候搬禁印 你都已經沒有信用了 誰敢接你的電話 這個就是我們個性不一樣 現在我們就不會很做作 三報藍衣回顧起藍白分手 還是有氣 說到地方立委選舉 眼看國民黨寄出禁令 不准藍衣小雞找柯站臺 柯文哲倒是這樣呼籲 但是那種伯仲之間還是有超過十席 至少在十幾席的地方是需要合作的 如果完全分裂的話 民進黨有可能單獨過半 總統部和立委另當別論 畢竟論組織民眾黨相對弱勢 上個月底才成立的民眾黨 彰化縣議會黨團三人成軍 沒想到縣議員陳崇佳 卻在二十四號 也就是藍白河破局隔天 發文給縣黨部表明退黨 少了一人無法成立黨團 還沒滿月就面臨解散 眼前有總統撒卡都局滅 柯文哲厚要穩住基層士氣 就怕跳船朝延燒 斷了陣腳 替越聖理學位 江明和青鴻群高子 又分為楊佩宇 先上台北報導 而洪友宜昨天則是說 這不怕死的一定會贏過不要臉的 被認為是在影射柯文哲 藍白破局之後 洪宜出席立委造勢直接喊出 不要臉的一定死 這句話是不是一有所知 所以說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但既然都以各自登記 藍營不再對柯堆疊善意 且看民調數據 布局前夕 台灣民意基金會統計 柯文哲還以百分之三十一點九 衝上第一 領先侯儀超過八個百分點 但布局之後 兩份媒體委外民調 其侯康沛以百分之二十八點二 升過柯銀配四個百分點 另一份侯康沛更領先柯銀配六個百分點 有先檢視柯文哲的誠信 學者分析藍營戰略分階段進行 拉開差距 再對綠營攻擊 卻仍免不了 背看好戲 不看寂寞 就怕議題焦點 全被再也搶走 大選最新民調 賴蕭沛以三成四 保持領先 這跟股票一樣 每天高高低低 現在民調高沒有用 投票那天高才有用 我看到我們的鄉親 把我們抹抹的支持 影響到的心願 就是我和趙少康 可以當政黨輪替 我同意 你也各不同意 你不要打斷我的話 藍白分手擂台 誰最傷 從總統喜好度可以看出 喉科雙雙下滑 尤其克風哲重挫 14個百分點 而兩人不喜歡比例 都大於喜歡 副手喜好度部分 小美琴以44%奪冠 趙少康也有三成 但不喜歡比例 卻高達4成7 胡錫瑩雖然就1成4 無法表達意見 卻高達6成3 顯示選民 對他的熟悉度 有待加強 美琴他在台灣社會的 形象 其實都是相當的正面 那這次他能夠 擔任我們的副手 對於我們來講 當然也是非常的加分 年齡交叉分析 20到29歲 年輕選民 可以配支持率 仍然超過5成 但輕壯選民中 相較於10月 調查少了1成左右 侯康配在30到39歲 50到59歲 支持度都上升1成 另外北北基陶竹苗 支持度也轉為領先 因為雙方都覺得很委屈 所以藍白河不成之後 反而雙方的支持者 各去歸隊 24號晚間開始 連續三天 以實話搭配手機 進行民調 有效樣本數1744分 在95%的信心水準之下 抽樣誤差為正負2.3% 2024三哈都 藍白分手 現在進行式 氣保是否發酵 就看誰能從中得力 體北新聞 鄭盛維 林佳慧 台北財訪報導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 休戰協議 進入最後一天了 而總理納坦雅胡是強調 消滅哈馬斯的目標 並沒有改變 只要時間一到 還是會恢復轟炸的 不過哈馬斯 似乎是有意要延長 這個停火的協議 因為局勢 對他們來說 是越來越不利了 在停火之前 以色列是擊斃了 50多名的哈馬斯成員 其中一位 就是掌管北部的指揮官 也是目前死亡人員當中 位階最高的一位 而以色列曾經兩度 想要暗殺他 行動都宣告失敗 現在終於如願以償 密密麻麻人群 將援助卡車 團團包圍 以色列和哈馬斯 休戰四天 立刻上演混亂場景 這輛卡車才抵達北加薩 就遭民眾強行 爬上後車斗 搬關物資 因為休戰之前 這裡真的處在水深火流當中 阿馬斯周六一度因為物資問題 延後人質交換 儘管周日又有120輛援助卡車進入加薩 但缺燃料情況還是很嚴重 南部甘友尼斯民眾大排長龍 所有人都以為只要來排隊 就能領到瓦斯 許多人起了大早 卻還是空手而歸 我們現在的心情 我們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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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加薩一些南部地區的菜市場 因為休戰四天 重新出現熱鬧景象 不只有小吃攤在販賣炸物 街道上人來人往 甚至能看到滿滿的蔬菜水果 民眾上街買菜 終於不用再吃麵包果腹 部分民眾則是趁休戰期間 重返被毀掉的家園 只為了碰碰運氣 看能不能撿到一些 還能用的物品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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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名婦女表示 其實並非第一次家園被毀 她先後在2008年和2014年的 尾巴衝突中被毀掉住家 連同這次已經是第三次遭戰火波及 一些民眾甚至直到現在才有機會 回家幫親人收屍 我還知道今天 我還知道今天 我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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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 家撒境內 70%的民眾流離失所 許多人逃到南部後 住在簡陋的塑膠帳篷 小朋友睡在地上 蚊蟲亂飛 衛生環境令人擔憂 我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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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戰期間 以色列總理 沒忘記繼續嗆聲哈馬斯 周日他還特地探訪 駐紮在加薩的乙軍 成為二十年來 首位前往加薩的 以色列總理 我們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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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唯一能讓 以色列讓步的 還是人質 由於目前 還是有上百人 掌握在哈馬斯手周 美國總統拜登 呼籲雙方延長修戰 以救人要緊 但修戰越久 對乙軍來說 也是不小的風險 由於哈馬斯勢勢 勢力 以色列媒體 大膽研判 雙方長期停火的可能性 並不高 以色列也持續在 約旦河西岸大搜捕 同一時間 巴勒斯坦 則傳出有激進組織 殘忍處決兩名巴勒斯坦人 指控他們洩漏情資 充當以色列間諜 比新聞綜合報導 而以色列現在是不達目的 絕不罷休 訂定了三大行動目標 包括要完全的消滅哈馬斯 救回人質 還要確保以色列 不會再受到軍事跟安全的威脅 而傳出軍方 是已經在加薩 投放了4萬噸的暴獵物 隨時準備好 要恢復攻擊的行動 不過戰爭打到現在 在社群網站上面 出現很多反猶太的聲音 像是X平台 就被指控在當中 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 不過現在老闆馬斯克 是親上火線來回應了 他堅決反對任何的仇恨言論 也強調X從來都沒有協助 幫忙宣傳 直升機緩緩降落在 以色列的兒童醫院 再回了第三批 從哈馬斯手中 力竭歸來的17名人質 屯肯區內的居民聚集看直播 高聲歡呼 有人是忍不住哭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認識 被掳走的人 都慶幸至少他們回家了 而在這第三批獲釋的人 之裡面最受矚目的是她 年僅4歲的 美國與以色列 雙重國籍女童Abigail 她也是這三波幻球中 首位被釋放的美國公民 拜登在第一時間發生 真的是心疼奇了 因為Abigail 在淪為人治期間 過了4歲的生日 還不知道爸媽都已 殘死在哈馬斯手中 家屬轉述 當時的Abigail 躲在爸爸懷裡 看到爸爸被開槍打傷後 就逃到了鄰居家中 沒有想到被抓走 還能活著回來 這三天來 全以色列民眾的心 都跟著一幕幕 家庭重逢的畫面起伏著 一看到爸爸馬上飛奔過去 9歲的男童孟德和媽媽阿嬤 都被哈馬斯掳走50天 一看到孩子平安回來 爸爸用力把他抱緊緊狂心 一家人在醫院的長廊重逢 讓許多人是紅了眼眶 還有這一位9歲女童 艾蜜莉的爸爸 緊緊抱著心肝寶貝 艾蜜莉的爸爸 終於等到女兒回家了 他們說我們找了艾蜜莉 她死了 然後我說是 因為我知不知道 那是最好的消息 一度誤傳女兒已死 還在鏡頭前落淚的心碎一幕 怎知後來大反轉 一個多月後才知道 艾蜜莉被活捉到加薩 如今終於回到身邊 心情就像洗傘溫暖 她失了很多重量 以色列人質們驚魂五十多天 終於回到家人的身邊 這段期間 到底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一位一位公司 一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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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失了七七公斤 有人這報仇 但是也有獲釋的泰國人 致向親友說 被關期間 他們吃好住好 也沒被關在地道內 待遇大不相同 如今哈馬斯一約放人 以色列也釋放了 共117名的巴勒斯坦囚犯 青少年們接受英雄式的歡呼 和家人開心擁抱 但還有超過三千人被以色列關押 而且罪名都是最籠統的行政拘留 像這次獲釋的人 最普遍的罪名都是朝以軍丟石頭 或是危急區域安全 而究竟以哈雙方的換球停火 有沒有辦法再延長下去 傳出哈馬斯有意延長 只是目前哈馬斯也只公布了 最後一批換球11名人質的名單 沒有再追加 以色列說他們有心理準備 但是萬一沒再放人 96小時的停火協議一結束 他們馬上就會再開火 TVBS新聞總和報導 而俄烏戰爭方面 俄羅斯是突然夜襲了烏克蘭的首都基辅 出動多達75架的無人機展開了空襲 當中有好幾架的外觀塗層 是使用特殊的散熱材質 顏色從白色改成了黑色 增加隱秘性 不過這場戰事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呢 傳出美國總統拜登就向烏克蘭施壓 就算沒有達成協議也要趕快停火 而烏克蘭則是擔心現在進入冬天了 戰況會越來越艱難 還要再嚴防俄羅斯的飛彈攻擊 而俄羅斯方面則是在考慮 要怎麼樣讓這場悲劇 儘快劃下句點 這是烏軍士兵的生死一瞬間 才剛閃過眼前爆炸的炮彈 下一秒 一發子彈飛來 烏軍重彈負傷 手又放回腹槍上繼續扣板機開火 直到實在撐不下去 趕緊後送治療 從影片中就能看出前線戰況的壓力有多大 這支烏軍小隊攻下豪鉤 攪獲好幾支烏軍的步槍 在炮火中他們抓時間喘口氣 烏軍還公布這段坦克在雪地裡開火 事實上雪地其實很不利重型裝甲移動 而且烏軍還得應付另一個難以捉摸的敵人 狂風暴雪中烏軍士兵根本連戰都站不穩 車輛的視線幾乎被掩蔽 這個冬季第一場暴風雪 籠罩整個烏克蘭的東部跟南部 烏南港都奧德薩的主要道路上 好幾輛車受困動彈不得 天后惡劣讓路上交通中斷 但是俄軍可不會因此放假 烏軍的前線哨戰不敢鬆懈緊盯著前方 提早看到空中威脅就能提早預警 烏軍的移動式防空機炮朝著不明燈火開火 俄軍的無人機又大舉入侵 首都基辅周六清晨遭到俄軍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的空襲 總共75架無人機蜂擁而至 烏軍攔截了多達74架 掉落的無人機殘骸波及民宅造成無人受傷 軍民早有心理準備 去年俄軍的冬季大空襲 今年絕對還會再次發生 烏軍決定以牙還牙 他們用的也是無人機 戴號9.2的無人機突襲隊操縱 烏軍自製的吸血鬼無人機 夜間出沒獵殺俄軍 神出鬼沒的奇襲很符合吸血鬼的狩獵行為 但是也不是沒有天敵 這位男士最大危險是激烈的聲音 這在最糟的情況下可以導致失了一架 我們現在已經近距離失了一架 我們知道最難的地方 所以我們飛到他們 我們用來追擊飛機 現在我們從他們從他們工作幾公里 安全了 更安全 只是現在國際的氛圍不樂觀 美國眾議院至今尚未批准 拜登政府60億美元的軍事原物 可能會影響到其他西方盟友的幫助 總統 澤倫斯基幾乎武器還是不夠 還有西方專家悲觀認為 烏軍手上的武器消耗速度 最多只能撐到明年二月 只是澤倫斯基還得面臨連任壓力 本來是明年要大選 但是因為戰時戒嚴可能無法舉行 有民調就顯示 八成的烏克蘭人希望先等戰爭結束 再來選總統 TV先這麼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